有多久没有再听到你的消息 在茫茫人海里怎么相遇 爱怎么好聚好散 和要怎样才圆满 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 I miss you so much 一遍遍说给自己听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放心吧 她能醒过来真是个奇迹 接下去只要好好休养 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谢谢你啊 医生 应该的 我跟茫茫说两句话 茫茫啊 之前看着您一动不动地躺在这儿 我真的没有办法当做什么都没有 发生过一样继续跟她在一起 傻孩子 当时爸爸是太着急了 爸爸没有弄清楚情况 我相信余哲的人品 一定是爸爸错怪的了 我的手伤伤也不赖别人 我的手伤也不赖别人 是我自己不小心 我也相信余哲 但是 先生 爸爸也算是 从鬼门关走过一回的人了 这次走得好啊 这次走得好啊 爸爸 想明白了许多事 也想开了许多事 人生短短即时在 不要做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不要想什么 我去 未来 把握好现在 只要现在 只要现在 能跟她在一起 没有什么好怕的 晓晓 你回去好好想想 跟你这儿说清楚 你回去好好想想 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您拨打电话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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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不通呢 家门姐姐 我好了 你快去天台看看吧 快点儿 来不及了 我带你去 怎么了呀 家门姐姐 快点儿快点儿 什么来不及了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光追不上流水 疼我们有法追回 随风惺惺的水 神经无邪的时光 想从未应退的心碎 来 加油 神经无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这么有信心 我会答应你重新在一起 这是我第几次向你求婚了 第几次 刘备请诸葛亮不过三谷茂庐 现在你们俩打拼了 可是每一次 我都是非常认真的 宋家明 你是唯一一个 我想要共度一生的女孩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还有很多波折 但我的想法 从来没有改变过 你就不怕跟我在一起 以后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有你在身边 就算有一天天真的塌下来 我都不会害怕的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不忘初心 防得始终 一生中如果能找到一个最重要的人 那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 这辈子都不能遇到 我非常感谢老天爷能让我遇见你 并和你相识 更感激在经历了这么多曲折和磨难之后 他依旧把你留在了我的身边 没有让我们两个人分离 这一次 我不会再放你走了 我们都为爱和你 你谁 被理着isco折 谢谢你 谢谢你始终都没有放弃我 现在我跟你保证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紧紧握着你的手 你一辈子不放开 而我将已随风而去 你这我就出个院 你们还每一个人都来了 这人都来了 店里边谁照应啊 爸 大家为了接你出院啊 做了好多准备呢 彭飞哥从一大早就开始做菜 做了雪耳鸡汤 猪骨汤 白萝卜鸡鱼汤 尤其是那个鸡鱼汤啊 汤汁都熬白了 这个时候喝醉补了 熬那么多的汤 我什么时候才能喝完呀 还不是你回来 我们大家高兴吗 欢迎老方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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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也太能闹腾了吧 我们这叫尊重传统 拆下来 别让人家笑话 不可以 新郎新娘不入洞房不可以栽 就是 欢迎新人入洞房喽 欢迎 入洞房 来 来 来 你干什么 我们干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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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感觉你所有的人都赶出去 一个都不是 叶宜兰 又是你 叫他们走 离开我的地方 你看仔细了 这里是我的房子 是什么时候转到你名下的 你这是偷窃行为 你在犯罚你知道吗 你这是偷窃行为 那你就去报警啊 那你就去报警啊 但是在警察来之前 但是在警察来之前 这个房子还是我吧 这个房子还是我吧 我想怎么砸就怎么砸 我就是一把火烧了这里 你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我就是一把火烧了这里 你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你凭什么打我 我怎么不能 我怎么不能打你 我是你妈 蒋绣云可以放任你 可是我不行 我不能让你走歪路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见你犯错 我妈 你当年出轨抛弃我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你是我妈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江绣云都是骗你的 我没有出轨 当年我妈生病 我跟她借钱 她就吃这个机会把我赶走 我又回来找你 她告诉我你已经死了 我也差点自杀 我真的没有骗你 骗你的是江绣云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相信你 如果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怎么忍心毁掉我 我 我不是毁你 我是在救你 我不这样做 你能回头吗 我 一兰 我阿姨说的都是真的 她每天都在想你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以为她心里好受吗 闭嘴 我变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你 宋家明 我爱的人你都要抢走 李雨哲 陈丽华 现在就连我亲妈你都要抢 你们所有人都在骗我 一兰 回头吧 只要你肯回头 我们都会原谅你的 吴阿姨真的没有骗你 如果家里头有些什么事情 奶奶还瞒着你的话 奶奶是破不得已 没有 我没有 江绣云都是骗你的 都是骗你的 都是骗你的 骗你的是江绣云 一兰 我可以作证 你妈妈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小弟 我也可以作证 对 我们都可以 你们都在骗我 我一句都不信 我不信 你们几个 还不快滚 我已经报警了 喂 这110吗 有人四床名栽 我给你带他 快 上海里没法呆了 你马上收拾行李 到咱们那个 那个宁波的老房子去躲一躲 记住 谁也不许凌落 爸 你这是干吗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他律师给我 给我电话了 说李建国要告你 你挪用李氏集团的资金 最证明确 爸 这次恐怕帮不了你了 什么 爸 怎么会这样 爸 我不想做了 我不想做了 你帮帮我 爸 李莱 爸真的很抱歉 虽然是你犯下的大错 可是爸必须负最大的责任 如果爸当初勇敢一点 不要让奶奶牵着鼻子走 事情也不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不你放心 爸一定让你没事 不是 等你避完风头 我送你出国 好吧 好 你赶紧收拾行李 快 事情就是这样了 雨雪哥 我希望你能帮帮我几件 毕竟一味地逃避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只有自首才是最好的办法 义兰她必须学会面对现实 只有这样才能够重新开始 你确定我们这样直接去找她 不会刺激到她吗 我很担心她如果做出什么 疯狂的事情来 我们控制不了 还是我去吧 苏萨 你别去啊 我担心你 义兰是我女儿 是江秀云带她走错了路 我得把她带回来 吴阿姨 我和雨哲陪你去 嗯 我确定不是吗 那个人那于是让她走错了 我都给我损一下 我劝你别再挣扎了吧 是吗 重回公司 李总不是应该很忙吗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你打开电视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天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打开电视看看 你心退 有什么要我需要你原谅的 我做的没有错 如果我不告诉你 李兰 你是怎么 怎么 让你能在你身边长大 他能够出席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断绝你跟他的关系 让他在我的身边长大 他才能出过这个 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对 他现在变成跟你一模一样的怪物 空一切 别看了 你不能一个人躲在这儿 你必须跟我回去 咱们回去 跟那个李建国斗个明白 为什么要骗我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为什么要告诉妈妈 说我死了 又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 孩子啊 孩子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世界上的事情有得就有失 你放弃了这样的妈妈 你才可能过上你现在的生活 你才可能过上你现在的生活 你说嘛 多这儿 需要随便 他们会把他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 因为我给他代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肯定你听的好像 им变嘛 肯定你听的 肯定你听的 肯定你听了 pren dance 只要你想出国 我陪你去 咱们走得远远的 再也不回来 永远都不会伤害 好吗 奶奶 你记不记得以前你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你记得以前你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就long拿起来 你可以接下来 好 усл呢 我找你一个交易 我看你一看 你一看我有一点 你会一看我 我们都不会晒到的 你觉得因为我仍然想要去 我还让你只会做一切 但是要去做了一切 然后これ就会做了一切 但是现在你必须跟我回去 行吗 奶奶 我已经伤害太多人了 这样的日子 我活够了 别别别别 不能做啥事啊 不光爸爸要说罪 我也要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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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儿 这里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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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ch mid 江奶奶 您怎么在这儿啊 宇兰呢 雨泽 求求你 你帮帮我 眼不见了 她神经不对 你帮我去找她 我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这个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她人在哪里啊 你告诉我 她人在哪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告诉我 喂 以来 说 喂 你在哪儿啊 吴阿姨来找你了 喂 喂 喂 这 你是 不是 这是以兰的电话吗 请你让她接一下电话 我不认识以兰 这个手机是我刚刚捡到的 捡的 在哪儿捡的 我现在在江边 搞得了 不认识以兰的 是 将军出家 将军出家 伊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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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跟我走吧 走吧 我这一生就是个笑话 不但自己生长在谎言里 还一味地伤害别人 我真的好恨这样失败的自己 别这样说 别这样说 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错了 我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是个罪人 我错的太多了 现在 那恕罪的 也只有我的命了 义兰 义 义兰 义兰 这 义兰 你怎么那么傻呀 义兰 义兰 救命啊 你救命啊 救命啊 不安逸啊 义兰 义兰 送医院 快 快送医院 快送医院 快送他去医院 别了 你告诉我 你帮他找医院 你救命啊 这事啊 再人家 会被保护了 那怎么办 你救命啊 可以吗 你救命啊 现在劲预庇 soap 你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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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给她书写 可是毕竟是2H阴性血 我们医院的库存不足了 抽我的吧 我是2H阴性血 在里面的那个是我女儿 那赶紧安排书写 好好好 这边 书写 乙兰 乙兰 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不让我死 像我这种人 或者还有什么意义 我做了那么多的措施 我对不起你们 还不是死了算了 乙兰 不要这样说 生命多宝贵啊 我以前以为你要折的时候 我也想过自杀 现在我活下来 才有机会看到你 是吧 我没练剑剑 你走吧 乙兰 乙兰 你也得勇敢地面对 好好活下去 才能弥补你个过错 你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 爸爸跟家人 都会在你身边的 你妈是很担心你的 你妈是很担心你的 被拒绝她的亲情 现在是时候 把这些误会跟矛盾解开了 爸先出去 你们好好谈谈 好 好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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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兰娜 我错了 刚才差点失去你的手 我才知道 我错得多离谱 我才清醒过来 我为了保护江秀云 把你也惩罚了 妈妈对你太残忍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别说了 你别再说了 要是你不原谅我的话 我这一辈子 都没法安心 那你知道 我是你的女儿之后 你有高兴过吗 还是 觉得我让你更丢人 怎么会呢 在我的房间里面 有你的一张照片 晚上 我要看过你的照片 才能睡着 还有 你每一年生日的时候 我都要为你买一条裙子 我都会想你穿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可是 我越想越伤心 我以为一辈子 再也看不到你 可是上天还是给我机会 今年你生日的时候 我会再给你买一条裙子 我会再给你买一条裙子 一兰 你可以穿给我看吗 我一直以为你不爱我 才会抛弃我 后来 你那么爱加密 我好难过 不要难过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我们失去的 我们都要把他补回来好吗 对不起 我错了 妈 妈 妈 亦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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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兰 别哭了 以后妈妈就在你的身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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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ucks 传媒 她 ury 丹铭 对不起啊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雨哲的爱 变得那么强烈 那么偏执 甚至像发了风一样 也许 就是因为想和你争吧 后来 我知道你是陈丽华的女儿 就更加地讨厌你 不想和你拥有同一个妈妈 再后来 你既然和我的亲生母亲亲同母女 我就更加不能忍受了 所以才做了那么多 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直到现在 死过了一次我才明白 我之所以讨厌你 是因为我嫉妒你 我所有爱的人 珍惜的人 在你出现之后 仿佛一夜之间被你抢走了 所以 没有办法再让自己理智了 你能原谅我 能明白我的感受吗 我明白 我明白 但是你不知道 我曾经也忌妒过你 当我知道抛弃我的亲生母亲 二十多年来 悉心照料的女儿是你 我没有办法不记得你 还有雨哲 刚刚爱上她的时候 我的心里满满都是自卑 你漂亮 能干 有好的家庭背景 我甚至连嫉妒的底气都没有 我甚至连嫉妒的底气都没有 还有吴阿姨 她失去你之后 没有一刻不再思念着你 仿佛她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生下你的那一刻 我这个从小就没有妈妈的孩子 多么嫉妒有这样一个妈妈的你啊 真没想到 你也会嫉妒我 在我面前 你处处都是赢家 我还以为 我才是最可怜的人 现在你知道了我的感受 你还嫉妒我吗 你要知道 爱你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 想一想 你是多少女孩羡慕的对象呢 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 家明 输给你 我心服口服 你真的很好 与着她应该属于你 感情的事从来都不是输赢可以定论的 只有合不合适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名天子 谢谢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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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你们这么关心我 我是你弟弟吗 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 佳明 你都怪妈妈不好 不愿意去跟你有无数频道歉 才把你害成这样的 你来 回房休息吧 好 好 走 秦秦莫 请 来 泡杯茶 秦秦莫 坐 谢谢啊 是这样的 这次来 我希望你卖个面子给我 都快成亲家了 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 是这样的 亦兰之前做过很多错事 可是她已经知道做错了 为了她做的错事 她差点连性命也丢了 所以我请你给她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反正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会帮的 我这边倒没什么 亦兰跟我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 但是公司里还有其他的理事 是 亦兰这次啊 露出那么大财务漏洞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干净的 你放心吧 她挪用的钱 我替她还上 麻烦你跟所有理事 多说几句好话行吗 行 既然亲家母开口了 这个忙 我说什么都得帮 只要自己能够到位 我一定帮亦兰说话 谢谢 那我走了 我送送你吧 谢谢 什么 吴素平在抛售股票 那好 那真是一个绝好的消息 那你赶快去把这个消息坐实了 如果却有此事的话 就把她抛出的股票 全部收购回来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会把她抛出的股票 全部回购 我看你是还不够了解我 我不会轻易认输的 我看你是还不够了解我 寂寞化身泪 淡淡思绪又为谁 别再等梦幻化身飞 别再等梦幻化身飞 随风行飞 随风行行的水 也不够了解我 不再等梦幻化身飞 好 那你都不够了解我 我谁 背离 这江山的滴味 向今无邪的 时光 随从 未应退的心碎 我们都为 爱 和谁 回首 见有你的余味 细雨绵绵 睡来见悲欢修炼 诺言太远我看不见 留在 远方回忆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